嗨,大家好,我是沙尼红,San Mark Red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服务好,生意才会好 那天我肚子很饿,就到时隔买东西吃 到了时隔,我看到很多摊位都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不想排队,因为我肚子已经很饿了 然后我看到一家鸡饭摊位,没有人排队 我就走去看看它的烧鸡好吃吗 鸡饭摊主一直站着,望着前方,没有表情,没有理会我 当我决定要买鸡饭的时候,我走向鸡饭摊主 摊主一直看着我,没表情,没笑容,一直看着我 大概十秒钟,也不问我要吃什么 原本我要直接告诉他,我要一盘烧鸡饭 可是我又担心,他这种态度,做的鸡饭,我敢吃吗 所以我就走开了 之后我就买了别的东西吃 那么我就找了一个位置 向着刚才那间鸡饭摊位的方向,坐了下来 从我一开始用餐,到我吃完 我发觉那间鸡饭摊位,根本没有人跟他光顾 所以说那位鸡饭老板的态度有问题,很少人会跟他买鸡饭的 我估计多两个月,他的鸡饭摊位就会倒闭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那间鸡饭摊位多两个礼拜就结束营业了 所以说服务一定要好,顾客才会来光顾 还有另外一间鸡饭摊位,也是服务很差 这间鸡饭摊位有两名员工,一位是服务生,另一位是切鸡肉的师傅 那位服务生态度还好,可是这位切鸡肉的师傅好像流氓一样 用很凶的眼光盯住顾客,也没笑容 我也不去看他,免得起冲突 之后我叫了一盘鸡饭,服务生叫我去找个位置坐 等一下会端鸡饭给我 那我便去找一个位置坐 可是就这么巧,那位服务生上厕所了 所以这位师傅做好的鸡饭就端给我 当我把钱交给那位做鸡饭的师傅时 师傅很大力地从手中把钱冲过去就走了 哇,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没有礼貌的人 我在想这间鸡饭摊早晚会倒闭 果然没错,多几个月就关门了 服务好,生意才会好 所以很多顾客都不喜欢跟他买菜饭 小贩妻子每天都会在下午3点回去家里睡觉 所以很多顾客喜欢在下午3点之后才去买菜饭 小贩丈夫不明白为什么下午3点会排长龙 他以为那些顾客是这么早来买晚餐 可是那些顾客其实是来买午餐 因为刚才他老婆在,所以没有顾客要跟他买 没有顾客要看他的脸色 有一次下午4点,照常很多顾客排队买菜饭 顾客知道 小贩妻子会在4点半之后才会回来摊位 可是那天小贩妻子4点就回来摊位了 排在前面的顾客看到小贩妻子回来了 赶快告诉小贩丈夫说等一下他才回来买 也有很多顾客在这个时候也散开了 因为小贩妻子态度不好 所以没有顾客愿意看他脸色跟他买菜饭 幸亏小贩丈夫态度好,煮的东西又好吃 要不然像小贩妻子重的态度 生意早就倒闭了 那天我的手表铁链断了 我想拿去修理中心修理 因为这只手表是很多年前我妈妈买给我的 我妈妈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所以我很珍惜也很喜欢这只手表 而且我已经戴了这么多年了 也对这只手表很有感情 这只手表不便宜哦 当年的价钱要800块哦 我记得当年我妈妈买这只手表给我的时候 过了几天发觉手表有点问题 我便拿去哪个修理中心修理 当时的修理中心有一位印度先生 态度非常好 服务也很好 所以我对这位印度先生的印度先生的印象很好 也同时对这个手表的品牌印象也很好 所以这一次我再拿这只手表回去修理中心修理 我脑海里一直想着当时那个服务很好的情景 因为印象很好 所以我打算再跟这间公司买同样品牌的新的款式的手表 我到了修理中心 这一次不是印度先生 是一位老婶生跟一位老叔叔 我把手表交给老婶生 老婶生再把手表交给老叔叔 老叔叔是一位修理手表师傅 当老叔叔正在修理我的手表带的时候 我站在柜台前面 距离老叔叔很远 我站在那边 没事做就到处看一看 突然间老叔叔很大声 很凶的向我喊着 你看我做什么 你看我做什么 我说没有啊 我只是在等你修理好我的手表带 老叔叔又很凶很大声的向我喊 去那边坐啦 我不想跟他吵架 我就走开了 过了一阵子 那位老叔叔把手表交给我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他没有办法修理好那只手表的铁带 没有技术 技术不好 还骂人 我拿了手表就走了 在回家的路途中 我在想 我不会再买这个品牌的手表了 就算别的分行 态度跟服务都很好 我都不会再买这个品牌的手表了 因为 只要你手表有问题的话 你又得 拿这只手表 去给那个老叔叔修理 我才不想见到他 所以老板请员工一定要小心 请到态度这么差的员工 他会把你的顾客 全都赶跑的 我原本想要跟这间公司 再买一只千多块的手表 我相信除了我 老叔叔也赶走很多其他顾客 你看 老板损失有多大 老板如果知道 他请了态度这么差的员工 令他损失这么多生意 老板会当场给他气死 我每一年都会到某间时装店 买30到50件衬衫 那天我去这间服装店买一服 他们换了收货员 我看了新来的衬衫 就想问一问店里的收货员 我看见靠近我有一位女收货员 我就走过去问他 这些新来的衬衫有几种颜色 可是当我走接近他的时候 他便走开 那我在想 他不想服务我 我就自己选衣服 可是当我正在选衣服的时候 这位女收货员却走向我 大力地按住我选的衣服 然后还叫另外一位男员工来看住我 哇 把我当作贼太过分了吧 幸亏 这位男服务员的服务不错 我跟他讲 我要30件衬衫 他便帮我包起来 我在想 那位女收货员 看到我买这么多件衬衫 他不知如何敢想 他瞧不起我 狗眼看人低 我想以后 我不会再跟这间店光顾了 有一天我到百货公司 要买DSLR的照相机 因为我看过 这种照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很好看 所以我便想买一架 我走进一间卖照相机的店 有一位男服务员服务我 我问了他很多关于 DSLR照相机的知识 他服务我到一半 就微笑着地走开 我以为他要去拿东西 所以我就站在那边等 可是他却没有回来 结果我发现他在玩手机 我这才明白 他刚才那个微笑 是在瞧不起我 他认为我不会买 所以就不服务我了 我走出那间店 到另外一家照相机店看看 另外一家照相机店的服务很好 我便买了一架DSLR照相机 和几个DSLR照相机的镜头 店主包好的纸带上 有店面的招牌 过后我又回去 那间服务不好的照相机店 我拿着另外一家店 买的DSLR照相机 在服务差的店员面前绕了一圈 让他知道我是真正的买家 不要瞧不起人 老板请你来做服务员 就是要你来这里服务顾客 不是叫你来这边玩手机 就算顾客不买 你也要有好的服务 顾客今天没有买 可是有可能因为你的好服务 明天他就会回来买 那位服务不好的售货员 看到我去另外一家店 买DSLR的照相机 以后他应该会改掉他不礼貌的行为吧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按旁边的照片 然后按Subscribe 你就可以看到我更多视频 谢谢收看 下个视频再见 我是沙泥虹 San Mark Ray